陈旺达晚饭时喝了几口酒 早早睡下了 听到院子里狗在叫 又穿上衣服起来 是谁来了 爸 是小兰 屋子里嘻嘻嘻动静不小 陈旺达走出来 小兰丫头回来了 这么晚了 你是咋到村里的 陈爷爷 我坐车回来的 要知道您睡了 我就明天早上再过来了 夏小兰也挺久没见陈旺达 老爷子头上的白发多了不少 和上了年纪有关 也和陈庆闹出来的事有关吧 八万块钱呢 不是八千 也不是八百 现代农村普遍是啥收入水平呢 一年能攒个几百块的就很不错了 七景村是特例 是刘永带了不少人去鹏城打工 村民的收入才比别的地方高 要不是这样 陈旺达哪怕是村长 陈家也绝对凑不起八万块 这远远超过了当下的农村家庭收入水平 可能有人会说 没钱可以借 陈家给陈庆的钱不也有借来的吗 这就真是合不食肉迷了 当亲戚朋友也是一群穷人时 把所有人都扔到锅里熬油 那也熬不出这么多钱啊 瞧见陈旺达的白头发 夏小兰有点心酸 陈旺达让儿媳妇去泡茶 道 你还专门跑回来一趟 是为了陈庆的是吧 夏小兰点头 嗯 从美国回来前 我见了陈庆一面 他状态还不错 听说还往家里汇了些钱 是有两千美元 我没要这钱 让他先还给小韩家里了 从国内寄钱过去 是黑市兑换比例 陈庆从国外寄钱回来 却要走银行兑换 寄出去时 是八万都对不够一万美元 还是韩景佳添了些 如今这两千美元寄回来 只能是银行兑换 陈旺达心想 欠自家人的可以拖一拖 欠陈庆对象家的 怎么好意思拖 夏小兰也理解陈旺达的心态 陈大嫂泡了杯茶来 在一旁眼巴巴看着 只想多听点儿子在美国的事 陈庆状态挺好的 如果他这次能改过 这种经历能叫他更成熟吧 不发生也发生了 我看他有努力弥补的意思 他对象小韩对他的帮助也非常大 人家姑娘也没说分手 反而在想办法帮陈庆还钱 陈爷爷 还有婶子 你们不用太担心他 我这次回来 除了给你们带消息 还有别的事 夏小兰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继续道 这是教育部的助学计划 如今只在全国几个地方试点推行 我为村里争取了一个试点名额 有没有效果 咱可以试一试 陈旺达识字 但他怕自己理解能力不够 干脆只听夏小兰讲 这个助学计划 叫除英启航 不理剥了一部分资金 启航承担剩下的 和夏小兰交上去的计划书大体上差不多 只是细节有点改动 一个刚成立的地产公司 何都何能可以挑动如此大的计划 要不是汤鸿恩带着夏小兰见了宋老一面 这计划批下来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是货批 也不能把启航的名字加进去 助学只是第一步 让大学生到贫困地方支援教育 也希望他们能利用自己的见识 影响当地老百姓的想法 拨下一粒火种 最终能能燃烧起来 夏小兰也不确定 可不拨种 那就绝对没有希望 对七景村 夏小兰有别的想法 大学生下基层是早晚的事 她想早点推动一下 除了带给乡下的孩子们知识 能能和村民一起尝试乡村致富的方法 夏小兰管不了太远的地方 七景村她还是要管的 村里有村里的资源 如果能好好发掘利用 或许有致富的出路 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出去打工 您说对不对 陈爷爷 村里的青壮 跟着刘勇出去的不少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出远门的 有些青壮一走 家里就剩下老弱病 家里的田地也没人打理 只能苦巴巴困在村里 跟着刘勇出去的 是胆子特别大的 是家里有劳动力支持的 仍然有绝大部分人留在村里 贫穷的大环境 并不是一部分出门打工就能改变的 陈大嫂听得糊里糊涂 陈旺达更有见识 你说这计划叫啥 除英启航 陈大嫂瞪大眼睛 哪个启航 是和鹏城的启航地产同名吗 她男人去了鹏城打工 远辉和启航的关系太密切 远辉的人多少都知道 启航是刘勇的外甥里开的地产公司 那就是夏小兰开的公司啊 陈大嫂其实并不太姓 多大的女娃子 又上学又开公司的 多半还是刘勇开的公司 挂在夏小兰名下 这是舅舅疼外甥女 也是刘勇讨好嫁给领导的妹妹刘芬 但这啥计划 又扯到了教育部 陈大嫂完全不敢吱声了 教育部支持 是官方背书 也不用村里承担任何费用 何况小兰怎么会害村里 小兰也说了 现在是搞试点 试点的名额是她替村里争取来的 这事儿 陈旺达完全相信 全国有这么多贫困农村 七景村不是最穷的 要不是夏小兰争取 好事凭什么轮到这里 陈旺达其实也没完全听懂 但她已经激动地站起来 小兰 你为村里费心了 陈旺达这样的人 小山头思想特别严重 让她管更大的地方不太现实 她也没想过要升官发财 就想着把七景村管理好 让村里人日子都过好 她就活得特别有意义 孙校长是升级版的陈旺达 比陈旺达更有文化 陈旺达的小山头是七景村 孙校长的小山头就是安庆一中 说他们是圣人 是百分百的好人 那是胡扯 世上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哪有百分百的大好人 陈旺达想村里人好 还想村里人都听她话 最好陈家人能一直当村长 孙校长巴不得把安庆所有教育资源都抢到手里 最好的东西都给安庆一中 把安庆一中打造成全市重点 全省重点 啥 要大爱一点 管管安庆二中 拉倒吧 那关她啥事啊 她又不是安庆教育局的局长 但他们也绝对不算坏人 坏人是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俩是想干实事的 夏小兰同样如此 她要回报谁 绝对是她熟悉的 给予过她帮助的人排在前面 陈旺达激动 夏小兰也诚恳 陈爷爷 我也是从村里走出去的 当然希望咱们村子变得更好 致不致富的 陈旺达没那么大的奢望 但这个助学 真要有大学生愿意来这边的学校 把孩子们的底子打好了 将来孩子们考大学希望就大了 多些人跳出农门 难道还不叫好吗 陈旺达拉下小兰聊了两三个小时 把这件事打听清楚 才想起什么 问道 你今晚住哪里 她是太激动了 大儿媳妇也是没有眼色 也不说提醒下她 您不用担心 我刚才就让人收拾屋子了 今晚住在自己家 我带了朋友一起回来的 明天我就会离开 这件事会有人来跟进 我也会时刻留心 有啥事您就联系我 陈旺达点头 让大儿媳送下小兰回去 陈大嫂打着手电筒 给夏小兰照着路 两人一前一后走着 到了夏小兰家门口 游吏打开门 沈子 您进来看会电视 不了不了 我先回去了 那啥 谢谢你呀 小兰 后半句话 陈大嫂声音只比蚊子大一点 说完很是不好意思 转身跑了 游吏一脸好奇 夏小兰笑笑没说话 陈大嫂为啥感谢她 只能是为了陈庆呗 夏小兰根本没义务去管陈庆 跑回来这么一趟 纯粹是因为和陈家以前的情分 要不是念着陈家的情分 她也不用当坏人 把陈庆骗钱的事告诉陈旺达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冷眼旁观 陈庆变坏 夏小兰才不会惹麻烦 如果陈旺达当时受不住打击 一下被气死了 陈家人会怪陈庆 也会怪通风报信的她 夏小兰也是担了很大风险的 陈大嫂就是想明白了 才会别别扭扭地感谢她 夏小兰没有受宠若惊 但陈大嫂的一声谢谢 到底还是让她心中舒服不少 也不忘她冒雪赶回村子 第二天一早 夏小兰给老爷姥姥扫了木 又在陈旺达家吃过饭才走 她上车的时候 一个半大姑娘 背着一被摟猪草 站在树后面偷看她 那眼神 难以用语言来描述 是曾试图道德绑架 夏小兰的田小燕 夏小兰皱眉 陈爷爷 我记得田小燕这时候 应该再上学吧 田老三被扔进了监狱 汤洪恩不会拿孩子出气 哪怕是个有心机的小姑娘 汤洪恩也给了她受教育的权利 乡政府是替田小燕姐弟 安排了学校的 陈旺达叹气 道 她本来是该在学校 是她自己不愿意上学 说什么要把上学的机会 留给她弟 跑回了村子 这么大点年纪 要不是我警告田家人 要把人看老点 田小燕就自己跑去外地打工了 她这么小的年纪 打什么工 被人贩子拐了还差不多 夏小兰无语 她才多大年龄 这特么才是真同工呢 出去打工 那可真是人贩子最喜欢下手的目标 夏小兰看了那小姑娘一眼 如果是她 拼了命都要抓住读书的机会 上辈子同样是寄人篱下 也没有先知先觉的金手指 表姨父不想再让她念书 夏小兰硬着头皮自己供自己 那时候要是有官方关怀她 她才不会去管到底为了什么 死也要抓住机会 当然 那时候的她比田小燕大点 也上过学了 更清楚上学意味着什么 说小也不小 今年13岁了 她弟弟同样能上学 哪里需要她让机会 就去上了一学期 陈旺达气不打一处来 她不该和一个小丫头计较 可这丫头也太不知好歹 以前田老三妹被抓时 整天打骂田小燕 那时田小燕都11岁了 别的孩子小学快毕业的年龄 她一天学没上过 更是从来没穿暖翅宝过 田老三被抓 乡上要关怀这俩孤儿 给田小燕姐弟免了学杂费 送新衣服 让他们安心上学 不要学田老三游手好闲 将来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田小燕勉强上了一学期 就打死也不去学校了 田家人爸爸的家里 多个不要钱的劳动力 也由着她在家干农活 这小丫头在赌气呢 好日子不想过 要用自己的存在 向别人展示夏小兰一家有多霸道 说到底 还是玩到的绑架那套 夏小兰没有圣母心发作 记恨她的人那么多 她难道还怕了十来岁的农村丫头吗 田小燕要是发愤图强 没准过个二三十年 还能给夏小兰制造点麻烦 上了一学期就不念书了 那就只能怀着愤恨心 看着夏小兰越爬越高 直到养着脖子都忘不到夏小兰的身影 陈爷爷 我走了 您留步 夏小兰没再理会田小燕 钻进了车里 游历也莫名其妙 一个小丫头 为啥满是憎恨的看着夏总啊 汽车启动 隔着车窗 游历不由多看了田小燕几眼 不用管她 这种小丫头 天生有几分心眼 卖弄自己的小聪明 其实是最笨的 就为了隔应人 放弃了改变现状的最好机会 能把夏小兰隔应到吗 夏小兰转头就能把田小燕忘了 一点心理负担都不会有 笑话 她又不欠对方 不仅是夏小兰不欠田小燕 刘家同样没人欠她 村里不欠她 乡政府也不欠她 谁欠田小燕 田小燕生儿不管的父母呗 酗酒家暴的田老三 田老三讨掉的妻子 跑路都不带上孩子 当爸的不是东西 当妈的就值得称赞了吗 这世上有很多考试 学历考试 技能考试 唯独当父母 不需要考试就能上岗 遇上了不负责任的父母 是田小燕倒霉 改变命运的机会又不抓住 夏小兰还没有见得慌 要去求着对方上学 爱念不念 实在与她无关 田小燕背着猪草 那是油菜的老夜 冬天也只能找到这样的猪草了 贝勒滴滴答答往下滴水 田小燕后背全被打湿了 风一吹 冷得她全身哆嗦 她的怒光一直望着夏小兰 看着她钻进高档的汽车里 看着小汽车开出村子 夏小兰绝对是看见她了 却没有理会她 田小燕咬着嘴唇 天下怎么有这样狠心冷血的人 还是高考状元 一点善良和同情心都没有吗 居然真的可以假装没看见她 陈旺达也觉得这孩子眼神吓人 她想叫住对方 田小燕却背着猪草往家跑了 为啥不能答应我们呢 我和弟弟不会吃太多粮食 我们还会抢着干活 为啥不答应 还要把爸爸抓进去 她是经常喝酒打人 可她也是爸爸 没有她 我和弟弟就成孤儿了 田小燕背着猪草跑回家 她有一连串的疑问 她二神解答不了 老天爷啊 田二嫂现在可不敢再去想吃绝户 刘芬居然真的嫁给了大领导 田二嫂下破了胆子 田老三虽然被抓了 他还怕刘家仍然不解气 要报复整个田家 他家是没能力搬走 户籍就在七景村 搬到哪里去 进城是不敢的 村里那些人去南方打工 也是跟着刘永才赶去 田家人把刘永得罪惨了 刘永咋可能带她们去挣钱 田二嫂同样不敢有报复心 就算夏小兰家的院子 常年都上着索媚人住 田二嫂从门口经过都要抖一抖 小燕这死妮子却这么大胆 说这些话 被邻居听见咋办 你再胡说八道啥 赶紧闭嘴 你爸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哎呦 老娘真是欠你的 和你个死妮子说这些干啥 乡政府让你去上学 是你自己不上的 田二嫂一把扯过田小燕的背楼 你是不是傻 能占公价的便宜 你都不占 陈旺达还来家里警告 不能把田小燕叫回家干农火 上学才是正事 明明是田小燕自己要干活 当然 田二嫂是不会承认 她也想偷懒的 二婶 你也怕了他们 田小燕抬起头 那眼神把田二嫂看得心慌 田二嫂面子上挂不住 推了田小燕一把 你不怕 那你去报仇啊 本来就是两句口角 田二嫂也没太在意 自从田老三被抓后 田小燕一直就这样阴阳怪气的 不要学费的学还不上 简直是蠢 中午吃饭时 田小燕也没异常 她还主动要帮田家人洗衣服 脏衣服就在屋里 你自己去拿 不上学就爱干活 真是有毛病 田二嫂嘀咕两声 也没太在意 田小燕把全家人的脏衣服都洗了 然后就不见了人影 田家人一开始还没在意 这死丫头神叨叨的 可能又跑去哪里也了 到了晚上 田小燕还没回来 田家人这才有点慌了 大冬天的能去哪里啊 这要是不见了人 他们咋和陈旺达交代 陈旺达可是警告过他们 必须得把人照看好的 田家人到处找 人没找到 田二嫂发现自己放在箱子里的一百多块钱不见了 这死丫头和她爸一样 还学会偷钱了 等抓到她 我非得揍死她 抓人 去哪里也抓不到人 田小燕就这样涉踪 陈旺达心里也沉甸甸的 瞧不上归瞧不上 这到底是个小丫头 才十三岁呢 要是在外面有个啥意外 同样是一条生命 陈旺达拖着田家人去乡上派出所报案 公安同志 麻烦你们一定要找到人 寒冬瓦月的 这丫头估计只会写自己名字 在外面咋活下去 拖为一百多块钱也不稳当 钱总有用完的一天 到时候怎么活 公安问田二嫂 田二嫂低着头 一问三不知 她不敢说啊 想起田小燕的那些问题 她还不耐烦得很 叫田小燕自己去报仇 天啊 那死泥子不会是当真了吧 田二嫂咬紧牙关 她可不能说 她啥都不知道 不管田小燕惹出啥乱子都和她没关系 也不能连累田家 田家已经够倒霉了 至于田小燕报仇 田二嫂觉得机会不大 从来没出过远门 没有介绍信 大字都不识几个的乡下丫头 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报个屁的仇 夏小兰一无所知 故意隔应她的是 她还反复一遍遍回想 那不是让自己不舒服吗 车子开出七景村 夏小兰就把田小燕给抛在了脑后 游历还是有几分本事 七八懂得利用资源 夏小兰叫她改飞机票的时间 她在商都不认识什么人 就求得徐仲义派来的司机帮忙 过程不重要 重要是顺利拿到了机票 让夏小兰在当天下午坐上了商都至京城的飞机 等下了飞机 你先去忙自己的事 忙完了再去我家里等我 这两天你可以不用跟着我 我有自己的安排 夏总要抽出时间谈恋爱 带着历数去周城部队 经过从前那次教训 夏小兰早就学怪了 不会再犯高调的错误 不管在部队以外她是什么身份 是高考状元也好 是公司老板也罢 到了部队 她就是周城对象 是准军嫂 富有不是错 但朴素奉献才是军嫂的正确标签 夏小兰可以不顾及别人怎么看她 却要在意她的表现 对周城的影响 又不是让她整天待在部队 只是每回去的时候收连点 对她来说难度不大 夏小兰真的太想周城了 忙碌的时候 这种心绪能压住 一旦念头冒出来 就一定要尽快见到周城才行 她甚至没有先回一趟家里 下了飞机 她就直接打车去了周城部队 冬天黑得早 才六点过天就黑了 夏小兰把钱给出租车师傅 自己跺了跺脚往前走 同志 这里是姨 嫂子是你呀 她运气好 站岗的士兵居然认出了她 你好 我来找周城 夏小兰按程序在门口登记 马上就有人去通知 周城正在吃饭 听见说她媳妇来了 真像做梦一般 怎么会 小兰回国了她知道 但出国一年 有太多事情等着小兰处理 明明说要过几天才回京城 忽然就出现在了部队门口 周团 周团 真是嫂子来了 周团已经欢喜傻了呀 但周团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故作淡定的站起来 道 给你们嫂子留点菜 她这个时候过来 怎么定还没吃饭呢 周团也就是看着淡定 这要是一点都不急 怎么丢下完就跑呀 还是占了腿长的便宜 迈开腿快走 那速度就和跑一样 这样冷的天 她媳妇不声不响的就跑来了 周城既惊喜 又怕她媳妇是遇到啥急事 风雪萧萧的 穿大衣固然是显瘦显气质 可也太冷了 在漂亮和保暖之间 夏小兰选了后者 她穿着厚厚的长羽绒服 没错 这是真的羽绒服 是Luna今年冬天的主推产品 陈希良终于解决了取鸭绒的技术 把鸭毛梗和鸭绒区分胎 做出了真正的羽绒服 老陈就凭着这个 让Luna在冬天又火了一把 特别是在寒冷的北方城市 保暖性极强的纯正羽绒服一上市 就打得架那边措手不及 老陈不愧是能把自己 整上法制新闻的服装业大佬 虽然这辈子因为认识了夏小兰 导致她提前从服装批发商 转型做服装品牌 一开始还很青涩 被夏小兰带着跑 夏小兰出国一年 陈希良也不能逝世 都打岳阳电话请教 处于断奶状态的陈老板 又要和纪亚竞争 在这一年里急速成长 夏小兰收回瑕思 因为她瞧见周成了 雪花落在周成的头上 年轻人火气旺盛 很快就融化了 两个多月不见 周成的脸越发棱角分明 咦 为什么每次分开一段时间不见面 都会觉得自己男朋友变得更帅 这是什么原理 小兰 自己媳妇怎么和梦游一样 周成担心人给冻傻了 忙去牵她的手 果然很凉 周成给她捂了一会儿 拉着她往部队里走 先进去 屋子里比较暖和 你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过来了 你一个人过来的吗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呀 唉 就是冻傻了 周成下了判断 平时她媳妇没这么软萌的 周成牵着夏小兰的手走 夏小兰心跳得很快 她才不是冻傻了 她就是觉得很奇怪 觉得周成垫帅 肯定是和梦作祟 多巴胺的作用居然这么持久 不是有研究证实 一段爱情不超过两年 就会转化为亲情吗 她和周成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老夫老妻的 还脸红心跳个什么劲儿 幸好她把小油支开了 夏小兰觉得 你秘书能陪她到任何场合 只有和周成在一起时不适合 不是电灯套 是她需要保留老板的面子 周成牵略夏小兰 一路到了食堂 周团 啥时候和嫂子办喜事啊 嫂子 您好久没来了呢 嫂子你还记得我不 不断有人打招呼 夏小兰都笑着点头 你们好呀 记得都还记得呢 周成赶他们 吃完饭都没事干嘛 有没有眼色 一个劲儿往她媳妇面前凑 她和她媳妇见一面多不容易 她现在到底是富团了 微信又增长许多 别人不敢开太过分的玩笑 何况夏小兰脸皮多厚呀 她又不是乡下来的小媳妇 被人调笑几句就脸红 周成把她拖到食堂 你吃饭了嘛 没吃饭就一起吃点 夏小兰点头 好呀 一起吃 今晚部队里的伙食一般 当兵的吃什么 军官就吃什么 食材都是一样的 顶多是大锅菜和单锅小炒的区别 猪肉白菜炖粉条 还给配了馒头 就是周成今晚的伙食 就是给周成留的一份菜里 猪肉好像多了些 都快冒出晚间了 周成一看就知道咋回事了 他让大伙留点菜 他们特意把菜里的肉片挑出来 都给他留下了 周成要吃肉 别人才不理他呢 但周成对象要来 这样做又变得理所当然 必须要把面子给周团撑起来 必须要让准军嫂 感觉到部队的温暖 人家愿意嫁给军人 多吃两片肉怎么了 周成把肉夹到小兰碗里 吃吧 肚子不饿 人才会暖和 夏小兰也不挑食 山珍海味 他和周成都吃得起 但这时候 没有夏总 也没有周家大少 只有周富团 和他没进门的对象 朴实的新衣啊 比金子还真贵 炊事班的人 还偷偷给夏小兰煮了碗荷包蛋 放下碗就跑 嫂子趁热吃 能暖和身子 猪油加鸡蛋 还放了白糖 有点腻 又有点甜 但连汤带水的下肚 夏小兰真的觉得 整个人都好满足 他看着周成 忍不住笑起来 怎么办呀 我说来就来 甚至给你造成了困惑 没别的事 回国是忙了几天 事情永远是忙不完的 但手上的是野里出了头绪 我就是特别想你 想马上见到你 就不管不顾的来了 忽然涌上来的思念 让他把其他行程都改了 也算用最快速度 赶到了周成身边 看见周成 他那颗心裁安定 周成能走能坐的 那上次的任务 真的没什么大影响吧 夏小兰一言不合就撩人 周团也是要面子的 那些当兵的还躲着偷偷看呢 实在不适应多亲力的动作 简直是被夏小兰为了一大碗糖水 周成又最是甜 要勉强保持着周团的形象 他一忍得很辛苦 什么困惑 你这么晚过来 今晚肯定不能回城里 在部队留宿 你觉得会给我造成困惑吗 两人睡一个被窝的经历 不是没有过 虽然周成晚上洗了好几次冷水澡 到底还是忍住了 夏小兰想在部队聊他 根本没门 周成挫到他耳边 压低声音 你以为我们俩人能睡一个屋啊 我不是 我没有 别瞎说啊 夏小兰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结婚和没结婚区别大了 在美国可以随便浪 可这是在部队呢 他就是想聊一下 没想到被周成反聊了 俩人早就睡过一个屋 不敢越雷迟一步的人 明明是周成呀 周成这混蛋 领着夏小兰到团长和政委处晃了一面 政委还怕年轻人不注意影响 周成特别有思想觉悟 他道 晚上就让小兰睡我宿舍 我去和其他人挤一下吧 这是最好的选择 夏小兰本人也没意义 可周成把他送回房间 整个屋里都是周成的气息 无处不在的男性荷尔蒙残留 夏小兰想哭 这太折磨人了 好歹她是个身心正常的成熟女性啊 宿舍的门打开着 周成从别处抱了一床新被子过来 不想让外人胡乱猜测 就没把门关完 你身体没我好 盖一床被子太冷 多加床被子 今晚先凑合着睡吧 夏小兰不同意这说法 怎么叫凑合 我以后肯定有来部队留宿的时候 我这叫提前适应 夏小兰是不随军 但她不可能一晚上都不在部队睡吧 什么时候能光明正大的留宿呢 就是她和周成领了结婚证的时候 成了夫妻 自然睡一个屋呀 周成还能分到比单身宿舍更大一点的房 周成一不小心也想的有点多 男女之间那些是少儿不宜 只有成了夫妻 不行 她不能继续想了 再想下去 整个人就要烧起来了 这个天气洗冷水澡 是什么感受 周成完全不想体验 夏小兰也不敢再瞎聊了 俩人早钻过一个被窝 也亲过抱过 就是没突破最后的底线 忽然又走回了纯情的路子 夏小兰看不懂这发展 她心里有点慌 看周成把被窝都铺好了 赶紧推周成出去 不行 你在待这屋子 是要让我犯错误 周成看窗户上没有人影 让那些人也不敢走这么近听墙角 夏小兰推她 她飞快亲了一下 然后说了声晚安 她退出屋外 把门给带上了 夏小兰想揍人 这还怎么睡啊 看看表 才八点过 坐在周成的椅子上 看了货书 到九点过都没有睡意 她想躺到床上培养睡眠 正在脱衣服 有个人影倒映在窗户上 夏小兰一下又把一斤合拢 谁 是我 媳妇你不用开门 把窗户打开就行 我给你灌了两个热水瓶来 你在被子里 是周成的声音 部队里本来就很安全 夏小兰把窗户打开一条缝 周成递给她两个热水瓶 这次真的晚安 快睡吧 你眼窝下的黑眼圈都出来了 现在还没有充电那种暖手宝 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古人用铜座的手炉 里面中空装炭火 现在则有人用橡胶做袋子 往袋子里灌热水 周成给的热水瓶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过度产物 是用过的输液瓶灌满热水 塞被窝里照样能取暖 这种东西还挺危险 输液瓶一冷一热的容易榨瓶 而且玻璃的导热性太强 温度过高 塞在被子里还容易烫伤皮肤 这是夏小兰上辈子有过的惨痛经历 睡熟了无知无觉 睡醒才发现脚上好几个大水泡 但周成给的两个热水瓶 显然是经过处理的 她不知道哪里找的毛线 一圈圈紧密缠绕着瓶身 皮肤不直接接触热水瓶 自然不会被烫伤 夏小兰握着两个很有心意的热水瓶 比收到两叠钱还高兴 自己低头一笑 傻乎乎的 也不知道谁傻 下了飞机就直接跑过来 可能在爱情里 大家都是傻瓜吧 热水瓶让被窝暖和起来 枕头被子上全是周成的味道 这是夏小兰第一次在部队留宿 她就当提前感受军嫂生活了 其实还不赖 第二天就是元旦 团里有文艺会演 她和周成挤在一起看演出 节目演了什么 她一个都没记住 只是大家在笑 她也跟着笑 团里家属们还挺奇怪 夏小兰和高飞闹矛盾那件事 让大家印象太深 他们知道高飞不是省油的灯 可对夏小兰的印象也不是特别好 忍一步 让一步 整体氛围才和谐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可这里也不是普通地方 是军营啊 太高调的军嫂 他们不喜欢 不自觉就会排斥 夏小兰出国一年 一次部队都没来过 高飞嫁给方世忠那么久 如今俩人的孩子都半岁多了 高飞就在城里工作 周末经常来部队住 各位嫂子肯定和高飞更熟悉 人都喜欢偏向自己熟悉的人 嫂子们对夏小兰不熟啊 听说夏小兰昨晚到了部队 团里几个嫂子心里也有一样 人家本来就是大学生 还出过留学过 这回是不是更高调了 还是太年轻了 郑伟老婆一锤定音 那也没办法 谁叫周成争气 郑伟叫她多和夏小兰来往 郑伟和团长都知道 周成马上要再升一级了 再升 那就是正团了呀 就算周成升了正团 也比不上现任团长和郑伟的资历 他不敢不尊敬两人 可郑伟的想法又不同 周成年纪比他们差老大一节 如今就升到了差不多的级别 反超他们也是迟早的事 现在是下级 很快是平级 将来没准就成了上级 这个事实明白着 郑伟老婆想无视夏小兰都不可能 人家男人争气 将来富容欺贵 不照样得和夏小兰打交道 还是现在就行动吧 如果周成媳妇实在啊 大不了他就敷衍下对方 别和对方走太近 郑伟老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和夏小兰搭话 然后他就觉得奇怪 和他们猜想的不同 夏小兰把以往的锋芒都收拢 变得平时可亲 他不再搞给部队士兵送洋那种事了 在外面有再大的成就 到了部队都变得低调 一口一个嫂子的叫着 看起来没有嫌弃 他们这些随军的家属文化不够 郑伟老婆有点迟疑 小兰 今晚还住在部队吧 是啊 嫂子 我现在正放假 想多陪周成两天 难道真是影响不太好 郑伟让自己夫人暗示她 今晚该走了 郑伟老婆斟酌了一下语言 听说你出国了 和周成分开了这么久时间 好好句一句是应该的 嫂子想和你说件事 你要听了不高兴呢 就到我没说过好了 夏小兰点头 嫂子您说 我知道您肯定是关怀我 就是高飞 您俩以前闹了不愉快吧 要不你这边先给一个台阶 大家握手言和 就把从前的是结果 行不 夏小兰还特意问过周成 高飞给方氏中生了个女儿 从前高飞对周成有意 才看下小兰不顺眼 矛盾的激化并不是一个人的过错 夏小兰不知道高飞现在还喜不喜欢周成 我可以看下小兰不顺眼 我可以看下小兰不顺眼